大家好,今天去市场上花了20块钱买了一斤大虾,家人没说划算吗? 很多朋友在煮大虾的时候都喜欢直接加水,其实那样都不对。 直接加水煮出来的虾肉质非常的柴,如果加水再新鲜的虾做出来以后就不好吃。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大虾好吃的新做法。 出锅色香微俱全,越吃越好吃。 做法非常的简单,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把买回来的大虾放入一勺食用盐,加入清水。 因为大虾在运输的过程中,商家可能添加了孔雀绿。 放一放浸泡5分钟。 5分钟时间到了,把水倒掉。 接下来把虾线去除,方法非常的简单又快速。 我们取一个牙签,在虾头的第二个关键处,像这样一条,虾线很轻松的就出来了。 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方便。 没看清的朋友,再来演示一下。 在虾头的第二个关键处,用牙签一条。 看一下,很轻松的虾线就出来了。 非常的快速又方便。 虾线处理干净之后,再把虾脚、虾须都给它剪掉。 这样在吃的时候比较方便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,整理得非常干净。 把处理好的大虾再次加入清水。 下手抓洗几下。 放到柳洞的水下面,冲洗干净。 大家看一下,这样处理的大虾非常的干净。 先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我们准处理的小料油,小米辣,线椒,葱炖,姜片和蒜片,放一旁备用。 另起锅加入菜籽油。 把蒜片和姜片放进来,再放入几粒花角。 一起翻炒均匀,炒出香味。 炒香之后,直接把大虾倒进来。 开大火把它翻炒均匀,炒至大虾变色。 炒至大虾变色,倒入适量的料酒去腥。 继续翻炒。 翻炒一分钟以后,再往里面倒入蒸鱼吃油。 再次翻炒均匀。 其他的材料都不需要放了。 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持住虾肉的鲜味和甜味。 接下来把香葱放进来。 翻炒五六七八下。 小米椒和青椒也加进来。 快速把它翻炒均匀。 翻炒均匀,美味继承,色香味俱全。 装入盘中。 哇,好香啊。 这样做出来的虾,颜色非常的漂亮。 看上去就很有食欲。 吃起来口感不会发柴,而且虾肉很口谈。 上面再撒入性感的小葱花点缀一下。 一道鲜香味美的麻辣大虾就做好了。 做法非常的简单。 中途不需要加一滴水。 香辣开胃,好吃又下饭。 家人们看一下。 虾肉非常的鲜嫩,口弹。 这样做的大虾,小朋友们都喜欢吃。 搭上桌就可以和家人们妹妹的享用了。 好了,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 请点赞,收藏,转发,评论一下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